首先,我先跟大家说说,我们想笔之下有一些陌生的上位连长,说起连长这两个字,我们经常也会在电视剧当中看到,因为连长的级别是在我们军官的基层,所以在很多刚当兵的年轻小伙,都是可以接触到的。 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基层领导,虽然在我们眼中连长的官职不算太高,但是连长的军选却是上位级别的,而这个级别也是属于正连级,一个连的人数,大概也是在一百多号人左右。 而我们最常说的派出所所长,他和尚未连长,其实在本质上还是差不多的,因为派出所所长也是我们公安局的基层领导,主要就是管辖一些我们各个乡镇或是街道的一些户口身份,还有日常小案件的事情。 我想这个不用多数,大家都很明白,虽然派出所是公安局的基层,但是还是非常是我们广大人们的喜爱的,因为我们经常和他们有所接触,他们不但负责人,更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很是热情,那么他们之间谁的级别更高呢? 为大家总结了两个方面,大家一看就会明白的,第一方面就是上位连长在地方上其实是没有什么领导资质的,第二方面是派出所所长的级别,一般都是在股科级或者是副科级,在特殊的情况下,也有可能会是正处级。 所以,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